在沙巴斗湖的另一个甘榜也发生火灾 今天上午当地冲天大火 烈火迅速吞噬了五所木屋 34岁的妈妈贾姆拉抱着墙堡中 刚满一个月大的婴儿 拼了命逃出火海 幸幸母女俩都逃出生天 斗湖消防局上午10点59分 接到求救电话后 紧急出动了6辆消防车 18名消防人员赶到火场灭火 但大火在木屋区迅速蔓延 消防员花了两个小时时间 直到下午1点36分才成功扑灭火事 当局还在调查起火的原因